下一个报警 请问Zavik是自己会报警吗 Negos自己会报警吗 它无非就是触发一种外在的机制 是不是 什么叫报警 无非就是通知给管理员 对吗 怎么通知啊 借助于邮件 微信 手机的短信 QQ MSN等各种及时通信工具 来发送通知信息的 这就是报警 报警无非就是让我们 相关人员得知这个信息 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此我们一定要使用 应用的接口 你才能完成的 对吗 比方说 我们要基于邮件来实现 怎么办呢 邮件本身就是一种服务 我们联系SMTP服务器 并通过它转发一封邮件 是不是就OK了 这种是最为简单的 好 那如果说某种平台是开放的话 比如说微信行 开放对吗 它如果能开放出来的话 我们直接调用它的开放 开放给我们的接口 利用那个接口 也可以向外发的 当然前提是 你自己的开发一个 能够调用那个接口的 程序或脚本 比如说如果会Python开发的话 很容易开发一个 调用微信的APP程序 不用APP 就写一个脚本就行 那当必要的时候 当我们发现某一个 我们要监控的数据指标 超出预值的时候 我只要触发那个脚本 执行一下 是不是就OK了 也就这么简单 OK 最后的机制 我们称为叫做 叫即时通信工具 对吗 聊天工具也行 OK Chat 什么Message 就可以 另外 我们手机短信 是不是也可以 OK 如果您能买一个 手机的这个 发现的短信平台接口 买个号 通过网络连到电信 移动 或连到那个对应的平台上 短信平台上 就可以向外发短信 好像此前还有所谓的 免费的 什么什么 短信机器人 是吧 我觉得移动是有的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免费 飞行机器人吗 不知道有没有免费的 有没有能够运行在Linux上的 我觉得是 那如果有的话 很显然 我们在实现暴行的时候 直接触发那个飞行机器人 向手机发短信 是不是也OK的 一样的 你可以通过自己写脚本 去触发那个飞行机器人 发一短信就可以了 也无非就是这么个事而已 所以我们说 报警本身并不是监控系统 自身完成的 它只能够需要触发你 外在的能够执行报警的媒介 对吗 我们就有的Media 如此而已 好 这就是一个监控系统 所应该具备的四把功能 四个基本功能 那Zabix是如何提供这种功能呢 套上去 Zabix的数据采集 靠什么来实现 很多种方式 对吗 还记得不 Zabix的Agent是最常用的 对不对 OK 这个时候我们提到Agent 通常指的是被动的 它的Agent是不是可以 公共的主动方式下 叫Active模式的 OK 那SNMP是不是也可以啊 众多的其他协议 SSH 是不是也成了 等等等等 不管是哪一种方式 它都能实现数据采集 并且 我们说过Agent也可以使用 Sender直接发送信息 给Zabix的Server 对不对 这就类似于 你可以理解成叫主动模式的 好 好 数据采集 然后 怎么存储的 刚才解释过了 MySQL PGSQL Oracle 是不是都行啊 你配置哪一种数据库 它就用哪一种数据库 OK 用RDVMS 来保存数据 那因此到底保存多长时间 它就不像RRD一样 如果你只要有足够的存储空间 保存更长时间的数据也没问题 那接着 那接着 数据展示 怎么实现呢 PHP 基于Web各位来实现 对吧 OK 数据展示 报警呢 刚才我们提到这些方式都支持啊 而且它甚至还能实现报警升级的 对不对 它有很独特的报警升级机制 那我们如何确定Zabix可以监控的对象呢 第一种 我们可以手动添加 是不是 OK 我们一直演示的不是这样子吗 手动添加 它也host 对吧 再还有第二种方式我们说 它可以完成什么 OK 它也能够支持自动发现的 但无论是手动添加还是自动发现 在Zabix中我们通常把这个被监控对象称之为叫什么 主机 对吗 叫主机 注意这有可能是你监控的一个PC服务器 也有可能是一个路由器 也有可能是一个打印机等等 这些直播都把它们称之为叫做主机 来用听吧 好 特定于主机级别 我们的监控方式就有限了 Agent SSH SNMP 对不对 IPMI 无非也就是这一方式 但是我们又知道 为了方便管理主机 它还可以分组的对吗 这叫host OK group 但是我们知道 对于主机的监控 我们也无非就是监控 ping一下也就知道了 它在线或者不在线 两种状态而已 是一道理吧 那我们通常需要监控的是主机上的某个方面的指标 对不对 这些指标有包括 主机自己资源的 也有它所提供的服务的当前的连接状况的 或者网络等相关的统计数据 对吧 有很多很多 这每一种监控对象在Zabix中被称为叫什么 OK 叫一个item 多个item还可以归为类 叫什么 OK 叫application 概念要搞清楚 item application 我们知道item的核心是什么来着 怎么去标记一个item 在一个agent上 我们要使用k来实现 是不是 OK 用k来标记一个item 说白了 我们的sever端 它怎么去 它到某一个agent上去取采集数据的时候 如果在某一个agent上 要监控的指标有很多个 当某一次采集 你的每一个指标的采集频率可能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是十秒钟 有的是五分钟 那我这次去要数据去了 你说到底要的是哪一个呢 OK sir就会告诉agent 我找某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对的k是什么 听不懂意思了吗 它们俩之间数据的请求和获取 就完全靠k来实现的 所以我说在任何一个被监控对象上 k是不能重复的 能立着意思吗 OK 我指的是在agent的端 k是不能重复的 好 这是atom 我们又知道 只为某一个atom采集数据 那只是说我能够把历史数据保存下来 对不对 要展示要靠什么 靠图形 是不是 靠graph来展示 我们也说过atom每一次创建完以后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graph的端 但我们所提到的graph 一般而言是可以自己去定义的 大家就比方上用自定义的graph 在一个图像上可以展示多个数据指标 对吧 这种才更好用 好 而多个graph放起来 我们可以在一个屏幕上满屏显示 这叫 OK screw 这概念我相信在给我来讲 应该很容易理解 好 item采集的数据 有时候我们应该对这个数据 定义一个合理的数据区间 对吗 OK 那我们怎么知道去哪个区间是合理 哪个区间是不合理的 要靠什么来定义这个预值 靠什么 trigger 网络是吧 叫做触发器 OK 触发器用来定义一个数据指标的预值 预值你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个上合理与否的上下线 超出预值的不在范围内的就表示应该可能从一个正常状态转换成 就正常状态了 我们立的意思吧 OK 好 这叫做trigger 但是我知道trigger是能够产生什么的 事件 对吧 叫事件 trigger用于生成事件的 当然不一定